说这几百只船,正是扬州定普村,陈冠的儿子陈奕陈太太大主,前来献粮献兵,看他送上来的官房文书,果然,章是自己扔的,那封书信也是自己亲笔所写,于是,他就即时传令,叫陈奕陈冠上岸相见, 旗牌官立刻叫陈奕陈冠两个人,上来参见女书物,沐宏李俊两个人上岸,跟着呢,就想带上后面那二十个篇将,也就是那二十个头领跟上来, 谁知岸上的人开始说,行上起庶,闲杂人等,不要来,那二十个人就这样被人拦住了,陈奕陈和李俊就怕被人看出破阵,也都不敢乱来,远远就站定在那儿,等到旗牌官进去稳告过了, 然后,先把那两个人引去参拜女师郎,两个人跪下行礼过后,女师郎仔细地打量了那两个一番,跟着问, 你父亲陈奔,为什么不来啊?恩上,我相信你都很明白,梁山博那个宋公,带着大军已经来到, 我父亲害怕,如果万一他四出下乡骚扰,那对我们就非常不利,所以我父亲才留下在那儿,以作应付而已 哦,原来是这样 好,那你两个人哪个是阿哥呢? 沐弘就答他说,小人陈奕为兄,嗯,听说你两兄弟都学习过武艺的咯,托恩上洪福,小时候曾得父亲教会,后来又请我几个教头教我们枪棒功夫,我叫你们欠百米五万石,你们怎么装的? 大船就装三百石一船,西船装两百石一船 好,好,哈哈,好你个宋公派来的奸细,居然这么沙胆想来压本想 哼哼,你们以为自己好聪明,其实一早就露出破绽了 说到这里,呂书物拍声一拍张桌,哇,沐弘李俊两个都撻了一大跳,沐弘只觉得头皮发麻,哎呀,这么多被他发觉呢,我们哪里露出破绽了,哎呀,不管这么多了,现在唯有拨一拨,如果捉住了呂书物, 起码他都投鼠忌器呢,他刚刚就站起来动手,李俊就说,哎呀,恩尚,你这么说法,真是吓死我梁兄弟了,我们梁兄弟,奉父亲之命,是真心来投靠恩尚的恩尚, 为什么这么说来怨礼我们,哎呀,难得大王,还封了我父亲,做扬州府尹,第二天照攻陷扬州,我父亲就一成之主,我们两个也跟着享受荣华富贵,哎呀,我们心里面都不知道多感激,多盼望,恩尚度光,杀败宋光,哎呀,恩尚,你这么说法,哎呀,我们真是不知道, 不知有什么说话好说咯,说到后来,李俊就蛇人躲低头就缩住身,好似怕他震腾腾那样,牧弘一看他那样,醒水了,哎呀,女私郎分明是炸我们的车,他也都像西康那样震了上来,哎呀,哎呀,书物,请你名监,请你名监啊, 如果他们真是宋光派来的奸使,嗯,那一是,刚才被我一炸,炸到他就会暴起法难,一是呢, 起码,他人都会强作镇定,继续跟我撑下去,又怎会被我一吓就吓得像西康那样呢, 听他的说话之中,又不像是有什么破绽, 但是,又怎会这么巧,吴成业贝这两个人,大家都会同时有病,哪有这么巧, 总是觉得其中有点不妥的,嗯,不行,不行,嗯,不行,好了,好了, 看,我知道你几父子是好心,只不过我看你船上面的人,一个个个身形,都不像是附近的人士, 反而,只是山东汴京一带的军汉,这样,不由人不疑, 那,你两个留在这处,我派我手下的四个统制官,带着一队人马下船, 去检查这些船上,如果没有什么可疑之物的, 这样,你也要入城邮整,如果不是, 绝不兴殊,木鸿听我这么说,不如额头飙出冷汗, 哎呀,闭家伙呢,这趟,他们现在岸上严阵指待, 如果真的要派人落船搜查,万一被他吵到里面收藏的人同火器, 哎呀,那我们这条街就行通了,哎呀,恩尚, 小人专情来到这些书,就是希望得到恩尚重用, 恩尚又何必疑心呢,不用多说了, 女侍郎刚刚要点起四个统制官来落船搜查, 忽然间,有探马过来非快品告, 有姓子到已经去了南门之外了, 请书物上上前迎接, 女侍郎一听,是方纳有姓子来到, 就即刻吩咐说, 和我霸首个案,我现在马上去接纸, 旁边的那些手下就问, 那这个陈契陈泰怎么办啊, 女书物想一想就说, 既然是这样,叫他两个跟我来啦, 木宏看了李俊一眼, 等女书物先行走了, 木宏李俊两个, 就叫他二十个片长, 就想入城门, 谁知守着城门的长教就说, 书物上公吩咐, 只是带头这两个进去, 其余人等, 在城外等候, 就这样放了木宏李俊过去, 那二十个片长都被你拦在城边, 再讲女书物, 他落了北湖山, 入了城, 然后来到南城门外, 去接方纳派来的阴差, 一接到阴差就问, 是什么事来得这么急啊? 这个阴差, 正是方纳面前的引进师叫做冯喜, 他誓死声对女师郎说, 近日施天太监浦文英品咒, 说他夜观天象, 发现有很多天光星, 地杀星, 发现就侵入了我们吾地天界, 虽然其中有一半会暗淡无光, 但另一半更加发亮, 威胁到我们天子的星寿, 近日又听到消息, 说宋光带了他一百零八个好汉, 都过来征招我们, 所以他就担心, 那些天光星, 地杀星入午, 正是映在宋光身上, 而且这帮人来, 就在这几日之间, 故此, 天子在特地降下一道圣子, 要书物严守光岸, 但凡是北边来的人, 一定要仔细盘查, 问准实情, 如果发现一些形跡可疑的灵可杀错, 物可放波啊, 吕书物一听不敢大吓惊, 哎呀, 刚才有北边的一班人, 带着三百多枝船来, 说要投诚牵良, 我就已经有所遗忌, 既然听了这番说话, 好了, 来到城中我们慢慢就商量了, 于是吕书物就带上这个缝起, 来到城中说苦, 刚刚要想找人传令, 要在定谱村来的陈契陈太两个, 即刻过来, 还有文化, 他刚刚传落命令, 跟着又有非马来品告, 素贼有侍者来到, 带来了御底三大王的令子, 履书物打开看看, 只见上边写着, 说之前定谱村陈官来投降这件事, 未可尽讯其中恐防有诈, 近日, 凤姓子, 说施天监见到天光星, 已经进入我们的天域, 所以一定要劳手肛案, 我早晚会派人前来监督啊, 雷书物看完这封信话, 大王亦都为这件事挂心, 幸好下官已经听到圣旨了, 他即时叫人一定要紧守肛面, 毕竟定谱村来的所有船隻, 一律不准上岸, 怎知这头的命令都未传出去, 那边已经见到北湖山下, 到口之前, 哼哼哼哼哼, 一阵火起, 原来这三百只船上面, 每只船船舱下面都躲着有人的嘛, 上面呢, 只堆了几只空的麻包袋, 外面一只呢, 就装出半包沙, 半包米, 特意漏了些米出来, 让你看到, 以为是装粮船的而已, 在船舱下面躲着的呢, 有张横张迅, 李葵, 谢真, 谢宝等一班头领, 大家屈在船舱里面, 这的确都是几局的, 但是其他人都忍得住, 才唯独是那黑船风李葵呢, 是他最不忍得紧的, 见到这么久都没动静, 忍着伸个头出来, 就问说, 喂, 究竟怎样的, 这船还没埋案, 还没有点撕杀吗? 在船头穿了方立的浩衣, 但是陈冠那边来投城的军兵就说, 哎呀, 李大爷呀, 现在还没埋得岸呀, 你快点躲回去, 躲回去啦, 嘘, 你什么躲啊, 为什么他们还不让我们上岸, 我们来送粮送米又送人的嘛, 哎呀, 人家说要十虎查过先喝, 十虎查完才放他们上去, 李葵一听, 十八声, 在你腰里, 拔出两把板斧大声说, 守什么呀, 这就是私于我们而已, 喂, 这样来对待我们专门来投城的人都得的吗, 不行, 我日于现在就要上岸, 看他哪个敢拦住我, 李葵有时望重起上来呢, 又有条路的嘛, 他大声一喊, 其他船上面呢, 也都有人一起鼓吵了上来, 哎呀, 我们专门来投城, 为什么吕书敏不让我们上岸, 不让我们上岸啊, 李葵又乘势大声说, 既然是这样, 我们自己上岸先, 哎呀, 在船里面抹了这么久, 上来投下粮都不让啊, 那港元就吹着船罩在岸边, 在岸边的军兵见到, 一时间就不知道怎么办, 立刻就品报上面那些统制官, 那些统制官呢, 大家都觉得不行, 但是吕书敏这个时候又不在这儿, 他还带陈契陈太两个走, 恐怕呢, 如果吕书敏接受了他们的投城, 那就是说这帮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来的, 那到底放不放他们进来好呢, 一时间就谁都不敢拿主意, 只要派人飞步去吕书敏, 请他们再作定夺, 现在就这样一犹豫, 已经被李毁他们口碰机会了, 李毁就取船罩在岸边, 本来那些船来岸边已经很近, 现在对方一犹豫, 三百多只船里面就已经有百多只埋到岸边, 一靠岸, 李毁就发威了, 大海声说, 杀, 杀伤汗, 杀入云州城, 夺云州, 杀雷斯郎啊, 他举了两把斧头, 劈力啪啪啪啪啪地向着对方的军兵, 直劈过去, 骇真骇宝, 张横张顺等等, 也一起跳出来, 哇, 放了这几只老虎出来, 后边还有一班梁山军兵, 但是这个时候, 岸边也有雷斯郎的十二精神, 十二个统制官一起把守, 一见都不行, 但是这个时候, 双方距离已经很近, 想组织弓箭队射着对方的阵脚已经来不及, 于是大家各举兵器, 冲落山下, 跟李毁他们大战都上来, 这阵时, 本来跟着假陈亦假陈泰他们, 就在城门边的二十元篇章, 正是杭冲李滚, 包玉舌永阳林, 杜千宋万, 周冤周用石勇, 同威同猛, 孔明孔亮, 郑天秀, 李立李云, 思恩百姓, 陶宗旺等等, 也一起发送上来, 向城门口他们直杀过去, 他们军兵一下子来不及提防, 即使被他们占住城门, 杭冲大声地叫, 杀入去奪潤州啊, 二十个人, 真是好像二十个出闸行府一样, 但是, 毕竟是始终人少, 虽然被他们一下子出其不意, 杀入在城门之中, 将城门边的敌兵全部杀散了, 但是这个潤州城池, 经过这个女尸郎几年来的布置, 可以说, 防守是做得非常严密, 兼顾的军兵也都是久经训练, 刚才一下子被他们打了个操守不及, 现在已经立刻反应过来, 一队队军兵就轮回到城门冲击, 有些大声地叫, 关城门关城门, 将他们喷起城内, 用中逐别, 有些呢, 就放了烟花火箭上天, 通知北顾山那边, 城中有变故, 请北顾山的十二路统制, 即刻过来救援, 这个时候, 在城头之上, 同两边的街巷之中, 大队大队方立军涌出来, 有些用弓箭射, 有些用长枪刺, 渐渐渐渐渐渐, 又将汉冲里捆他们二十人, 就逼迫到城门的门洞里面, 但是这帮梁山头领都够勇猛, 一路苦战, 硬是不肯退出城外, 正当双方在僵持不下的时候, 突然间, 正当双方在僵持不下的时候, 一阵声响, 大家转转一看, 原来那两栋又厚又重的城门, 虽然被汉冲撞开了, 而且死守着门洞这里, 所以敌人就没办法关落城门, 谁知, 原来城门的横梁之上, 中了一堂千斤杂, 现在, 方立那边的军事, 一放下千斤杂的脚盘, 当堂整堂杂, 就向着城门下面的窄, 窄落下来, 这个时候, 距离城门最近的就是九尾闭逃中望, 他的人生得人高马大, 但是反应稍微迟钝一点, 一见到唐杂跌下来, 他大吓声说, 各位各位, 唐杂跌下来啊, 怎么办啊, 怎么办啊, 杂跌下来啊, 杂跌下来一听, 这一大喊说, 哎呀, 快点托着堂杂跌, 不要让他降下来啊, 要不然, 我们大家肯定要死在这儿啦, 八臂拿渣杂跌下来, 两把飞刀飞出去, 吹吹, 射死了两个, 在那儿放着脚盘的卫兵, 但是很快有敌人冲上, 又有几个人冲上去放下脚盘, 那唐杂跌下来,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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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咳, 一路慢慢降下来, 九未归逃中望听到, 要托住唐杂, 他想都不想, 行前一步, 坐力一运气, 双手一撑, 他立刻将唐杂托住, 可惜说, 大家快点入城, 快点入城啊, 这阵时在北部山上, 那十二个统制官, 因为见到李愧在江边那里大散上来, 即时是指挥军马抵挡, 但是没多久, 又有人说见到城中, 放出了求救的火箭, 恐怕城门那边是有变故, 这次这十二个人, 即是六个防守江岸, 另外那六个就带领人马, 立刻向城中的截奔而来, 谁知他这头人马刚刚撤走, 你愧他们感到压力一轻, 大家就叛死撕杀, 终于有一部分人, 就冲上岸礼, 那十二个统制官正想命令, 北部山上的弓箭队, 即时火箭火炮一起打下去的时候, 谁知就在这阵时, 连声号炮响, 在江面之上, 战如主下, 一排排与战, 向着方纳这边的军队直射过来, 原来这阵时, 正是宋江带领大队的船队, 在江对岸艇的撕杀先起, 就已经是立刻传速过来接应, 这个时候刚刚赶到, 这件九文龙史俊一马当先, 和柴俊等人一起杀上岸礼, 方纳这边就有统制官沈江, 潘文两个, 带着一路人马在北部山上直杀下来, 想将宋江的大队人马就折在岸边, 但哪里来得及呢? 史俊他们一跳上岸, 就真的好像蛟龙入海一样, 沈江当先被史俊一刀剁在马下, 潘文刚刚想救, 被张宏打斜出来, 一枪当同刺倒了, 双方一轮混战, 方纳这边的军马就抵挡不住了, 剩下几个统制官就立刻向城内一齐退入去, 撞掩这阵时, 九美龟途中王正是拼命地托着和千斤杂, 其他汉冲李军等人, 正是本命苦战, 怎么想到这个时候, 那十个统制官带着残兵败将, 在北湖山上的截跑下来才行, 你帮人在这二十个头领背后冲到, 其中一个十二正臣之中的卓曼你一看, 你个高大衰真是几有力气的, 托着和千斤杂不让我们关城门, 上等宋江他们杀进来, 好, 我看你托不托得住, 他一揮手, 等其他人跑过之后, 自己是贴着陶中王身边跑过, 一拳在他隔壁底里一拳捐过城门之后, 反手一抢, 就刺在陶中王胸口, 陶中王这个时候, 正是盘行死力, 托着和千斤杂, 额头已经伸出黄斗那么大颗汗珠, 突然间他的胸口前面, 一只抢向着自己折吉过来, 这个时候呢, 他如果要闪避, 还来得及, 但是他知道, 只要自己一闪着手一松, 那堂千斤杂一跌下来, 不要说宋光后面的人马进不来, 自己已经重入城中的二十个兄弟, 肯定有死无生的了, 这个时候没办法, 只能够拼命, 陶中王退都不退, 双手托行堂千斤杂, 登行双眼, 望实抢满你, 我都会说, 我披一口龙谈, 略正在卓曼你面上, 卓曼你指的面上一花, 但是他手中的长枪, 依然是直击出去, 双声, 插入了陶中王的胸口, 陶中王哎呀, 一声哑叫, 整个新甲均匀, 几乎就要向后面跌低, 但是陶中王真的够了勇猛, 他知道这个时候, 自己怎么都不能跌低, 一跌低, 前面的二十个兄弟就没命的了, 他大吓一声, 退开, 卓曼你给他一口, 整个人震一震, 吓到双手一松, 连着枪都拋起, 吴中王就盘行最后的力气, 双手又向上一颤, 包子都担移栋, 是 limite事件, 因为我把医学虑 cards的, 还是让我或许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